平凡无奇的宝特瓶可以变成艺术名作 绿色草地变成多彩画布 白天和夜晚各有不同风情 范古的名画星空成了超大型的地景艺术 业者早来彰化师大团队 用400万只宝特瓶在文创园区52公顷的斜坡草皮上创作 光是施工期就长达三个月 因为它有波度的问题 所以我们常常不小心就会滑倒 我们用了瓶中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然后去做一个塞入的一个状态 改变它品质显色的问题 不只如此一旁还有范古画作真人实境秀 经典作品午睡还有在阿尔的卧室 用演的方式来呈现 我们就用了环保艺术 聊一三个主族来完成现在的星空草原 这一块的大座 长达三个月的展期 首先到来的就是农历春节 也将成为民众出游的新趣处 记者前如航 郭林倩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